欢迎打开Ruby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摩天大楼Skyscraper 这是由铁南左壁球全家就是米家中央情报员的喜剧导演 Rawson Marshall Serber 指导编剧的一部高楼灾难动作片 由巨石强身Duan Johnson以及Neve Campbell 主演 配角则有我们周董的老婆昆琳参与演出 这部电影基本上就是彻头彻尾的巨石强身系列动作片 有灾难、有动作、有惊险的剧情 有宛如电玩游戏秘境探险中那不可思议的惊人必利 除此之外这部也是很典型的传奇营业电影 给你很多这种原来是置入啊的剧情 还有中国警察很认真抓坏人的这个部分 发生的地点在香港 传奇营业的良好传统就是 没有不会讲中文的华人演员 在这部里面是粤语啦 甚至几句Neve Campbell 练的粤语台词 还算不错 应该讲的比我还好 剧情叙述 巨石强身是一个前FBI仁慈救援队的小队长 在一次任务受伤之中 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也退休下来 跟他生了两个可爱的小孩 现在则经营一家大楼保存公司 等等 这个人物设定是不是听起来也太熟悉了 是不是跟今年一样是由巨石强身主演的毁灭大作战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上一次他要保护的家人是那只白毛猩猩 而这次是真实的人类 反正动作片主角的设定都大同小异啦 OK 然后他就来负责检视这个史上最高的摩天大楼 他的安全工作 结果没有让人出乎意料的 这栋大楼受到了恐怖袭击 他必须要在这栋240层楼高的大楼当中 救出他的家人来 我想他没有精彩到你一定会推荐给身旁的人 去看这部电影的程度 但身为一部商业动作娱乐爽片 他不尴尬 我是以一般的观众要求来说的 所以如果你是一位高端的酸民 或者是极为挑剔的因敌 那这部电影中当然还是充斥的小问题在剧情里 但对我来说还没有到太严重的程度 整部电影的剧情也还算是顺利的进行着 只是就是会有不够深刻的感觉在 导演就是用了不断出现的状况 还有主角的危机处理能力去塞满这部电影 不太有令人喘息的情感时刻 也不会让人感觉到随着时间的推进 而增加的剧情张力 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在家人感情的上面 再增加一点点 像是境界那个样子 就会非常成功了 动作戏的部分还算不错了 许多唬烂到不行的情节 让我以为提前看到了不可能的任务 每一个惊险的桥段虽然看似 都只是重新包装的老梗 但男女主角的表现 尤其是巨石强生的表演 让他们都充满了说服力 或者说因为这个角色的扎实度 也会相当的认同 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一件 看起来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这是这部电影很成功的地方 然后在这个主角的设定上面 比较特别的是 虽然巨石强生已经是现任 美国最难死的男人之一了 但在这部电影的剧情当中 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受了伤的男人 在预告中都告诉了你 他有一只脚是一只 而且在电影里面 他也不断的在受伤 这跟他之前 以无敌金刚的形象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我想这个受伤 代表了这个角色的状态 也像是这个故事的核心 他虽然是不完整的 但是他也因祸得獨 得到了一个美满的家庭 有点像是电影当中会出现很多次的那个胶带一样 藉由这个家庭的支持 让他这个不完整的人得到了满足感 Winson Lussang Sai Yong Shima 炎石飞虎 也会跟我们看到的这个结局有点关系 我很高兴看到金声尖叫的主角 Nifton Bell 出现在这部电影当中 而且这个角色很适合他 你要知道他被追杀过这么多次 这个人绝对是不好惹的 昆琳的表现还不错 只是有一点太没有表情了就是 还蛮亮眼的 很美 然后很有存在感的一个角色 某天大楼可以说是一部 笔上不足笔下有余的娱乐片 你想要一部没有什么营养的爆米花上叶片 这一部还可以 适合给一些想要补充男性荷尔蒙 或者是正在练健身 手臂力量的男性去看这部电影 特别推荐给前几天还在思考要不要买几卷大力招带回家的你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还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钮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之内知道我上传影片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赞一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